今次是我第二次找设计情报中心 因为有上次良好经验 而DIC也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 也有自己的司工团队 为了我有一个很好的一条龙服务 所以我今次再次找设计情报中心帮忙 一个家最重要就是温暖舒服 要有家的感觉 今次位于大乡上林这个单位 设计师就为户主打造了一个简约温暖 但又不失设计感的家 每个空间每项细节都经过设计师精心打造 不看就走煲了 叶先生 整个客饭厅温暖感十足 不知一开始你对设计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是的 我当然有个要求 就是整个家要很光猛 亦会有温暖感觉 之后整个装修完成之后 其实整个感觉和我之前设计的构思都十分相近 嗯 我看到设计师在这里用了很多灯光效果 不过我知道这么强烈的温暖感一定不止得灯光的 是的 除了灯光之外 设计师亦都混了很多木色 再加上一些暖灰色的油漆 形成了整个家都很温暖 在客厅电视背墙灰蓝色的墙身 配上白色电视柜和两个简单的层板 实用之余又简洁利落 加上天花灯槽打造温暖舒适的气氛 今次单位这个间隔主人房在下半厅中间 有门在这里又是不好看的 所以设计师果断换了做暗门 一整面为新 令整个设计更加独特 而且最特别是这个暗门的拼式位置 刚刚遇到鞋柜的高度 而且用同一款木色令观感更加统一 主人房跟原积的间隔 在入门位置做了衣柜 里面的空间也都足够放到五尺大床 还可以做到三边落床 另外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当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 除了设计师之外 连设计经理都主动出来和我解决问题 他们运用了专业经验 亦都运用了不同的资源调配 令整个工程可以顺利完成和交收 我觉得整个团队 可以运用到他们的专业精神 令我可以很放心将整个工程交给他们 厨房里面有工人姐姐房 所以设计师改用了双面柜做间隔 令到厨房的空间更加实用 而新造的厨柜亦都按照护主的要求 夺身订造电器的摆位 双生你特地带我进来看看 团团这间房 难道这里是你最满意的地方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 首先 设计师用了姐姐最喜欢的颜色 淺蓝色 第二 设计师亦都很欺费地用到空间 分配床、柜 令姐姐很多空间去玩 而第三 姐姐最重要的是很喜欢这间房 她都很主动带给朋友 告诉朋友很喜欢这间房 我会设计师亦都很喜欢这间房 這間小房是書房 設計師做了一大組U型的書櫃連書桌組合 書桌是窗的位置 而這邊是窗做了一個藝櫃連吊櫃 這是一個很實用的設計 而最特別是大家看看這裡 跟主人房一樣 設計師加了一些黑木皮 去跟木色做一個配襯 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令這裡加一點型格的感覺 我跟設計師的相處非常融洽 他們很有責任感 而且他們迅速解決所有問題 所以如果第三次 我一定會再找設計情報中心幫忙 我亦會介紹給我的朋友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上面除了有近千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 和近二千個有價目的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和3D效果圖 而每個個案在網頁最底 都有單位價目參考 而且設計情報中心 是註冊小型工程成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DIC近年還推出了 會員優惠平台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的優惠平台 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或者推薦親友選用DIC 亦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 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面 著名推薦人的姓名和D-Points會員編號 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D-Points積分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並且推薦親友開單 而且在發票上面 著名推薦人的姓名和D-Points會員編號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亦都可以得到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過D-Points內的積分 換領各式各樣的禮品或服務 立即成為D-Points會員 一起贊取無限獎賞